脱离四川,让重庆成为直辖市 三十多年前,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沉思中下定了决心 周围人眼神交汇,犹豫再三 终于望着老人说出了顾虑 老人轻轻一笑,摇了摇头 坚定地摊开地图,指向中国的腹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这个老人,正是邓小平 上古时期,巴蜀两国同属于四川盆地 那时的四川尚未成为富饶的天赋之国 两国战乱不休,互相看不顺眼 甚至算得上是世仇 这种情况,直到秦国出现才发生了改变 巴国也好,蜀国也罢,最终都成为秦国的郡 从世仇变成了一家人 而蜀国就是今天的四川 巴国则毫无疑问,是重庆 到了宋朝,宋帝干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抹掉了巴蜀各自的属性 合并设立了西川路 让巴蜀在行政区画上去向统一 可惜的是,宋朝皇帝最终未能如愿 战乱平息后,巴蜀再次分离 成为了川陕四路中的代表 但是,后世皇帝并未放弃合并巴蜀的想法 南宋时期,皇帝为了应对战事 设置四川宣服,统筹巴蜀 到了元朝,行省制度推行 四川省这一概念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当时的四川省便包含了现在的四川与重庆两地 随后,行省制度一直持续了下去 直到民国才发生改变 由此可见,重庆曾与四川并列 也曾成为四川的下属管辖地 回溯过往,在分分合合之间 两地的纠葛不断加深,一直延续到了今日 在这一过程中,坊间流传着一种说法 实际上,重庆可以决定四川的命运 那么,事实当真如此吗? 尽管在行政区画上 四川占据着一定的优势 可只要我们展开地图就不难发现 历经千年岁月,重庆一直是四川的守卫者 正因如此,四川的命运 才与重庆息息相关 自古以来,四川盆地就是个好地方 这里粮草丰富,民风淳朴 又是东西南北的交汇之地 因此,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 便成为了历朝历代的兵家必争之地 然而,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 四川的富饶既为百姓带来了福祉 也因此成为了靶子 传统时代,对于一个来自陕西甘肃 或者河南的灾民而言 四川是最好的选择 那里路途不远,粮食充足 当地人的战斗力相当有限 而对于一个渴望雄霸天下的萧雄来说 四川也会成为他梦想的起点 换言之,四川是个乡伯伯 每个人都想在这片土地上分一杯羹 但是,无论哪朝哪代 四川总有原住民 对于原住民来说 无论来的是流民还是枭雄 最终都很有可能演变为噩梦 于是,守卫四川 就成了当地人心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实际上,他们与入侵者 所考虑的是同一件事 只不过一个手,一个弓 两者之间的矛盾 可以概括成一个相同的问题 如何才能进入四川 只要找到进入四川的道路 那么便能决出胜负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相当简单 甚至可以简化为二选一的选择题 四川的西面是青藏高原 南面是云贵高原 想从这两个方向突破 几乎是天方夜谈 因此,答案只剩下两个 北边的汉中与东边的重庆 汉中的名气不必多言 但重庆对于四川的重要性 却常常被人们所忽略 古代,重庆一带有一个著名的城市 名为凤杰 这也是李白诗篇里的白地城 想要确保四川的安全 就必须守住凤杰 而刘备深安此道 临终前除了托骨给诸葛亮 希望他留守汉中之外 还特意叮嘱了重臣李延 要求他驻扎在凤杰 地狱东吴 刘备的判断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倘若中吴顺着水路攻来 重庆失守 那么四川很快也会沦陷 重庆不仅是防御江东的要道 更是发起进攻的最好接入点 若是希望从四川出发扩展势力 那么一定离不开重庆的帮助 一般来说 倘若关中失守 那么四川还有一线生机 可以继续撕爆成都 但若是重庆沦陷 那么四川的处境就会十分危险 军队将掌控三峡 不仅影响四川盆地 还会影响江汉平原 襄阳等地也会与四川一同陷入畏惧 由此可见 重庆能够决定四川的命运 这并不是一句虚言 而是从无数历史事件中 总结出的经验教训 重庆对四川的重要性易于言表 不少人认为想要更好地发挥 重庆保卫四川的作用 应当效仿古代 将它们化归在同一个行政区域里 可现如今 重庆与四川再次分割 成为了直下市 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一切都与邓小平有关 将重庆设立为直下市 是在邓小平主导下进行的大工程 最初邓小平提出这一建议时 受到了多方质疑 但历史最终证明 邓小平高瞻远瞩 下了一盘大气 重庆不负众望 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大卷 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各项战略全面调整 发展成为了最重要的主题 在全国的发展中 西南地区的开发尤为关键 西南地区自然环境好 资源丰富 可偏偏基础建设不足 为了促进西南地区的开发 国家组织建设了三峡大坝工程 大型工程的建设 促使行政区化 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于是有人提出 不妨设立了一个三峡省 按照规划 三峡省涵盖了如今的湖北宜昌 四川福林 万县与前江地区 但是经过多轮激烈讨论 三峡省的规划无奈搁浅 因为这一计划体量太大 十分伤筋动骨 很可能得不偿失 没了三峡省 西南发展又一次陷入僵局 这时邓小平站了出来 提出了一个更加高效可行的方案 那就是将重庆与四川分离 单独建设一个重庆之下市 欢迎刚落 四周边响起了议论声 人们紧紧皱着眉头 有些不知所措 纵观近现代历史 重庆的确曾有过当直辖市的经历 而且还足足当了两次 但那都是因为情况危急 势急从全 可邓小平提出的第三次 将重庆设置为直辖市 是在1997年 国家争争日上 社会和谐稳定 并没有危机情况 因此许多人不同意如此折腾 可是邓小平一语重地 点出了让重庆成为直辖市的必要性 其实从三峡省的规划中 邓小平就摸出了门道 中国之所以要建设三峡省 说白了就是想更好地开发西南地区 那么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 让重庆成为直辖市 就是有意义的 邓小平看好重庆 主要有两点原因 第一 重庆成为直辖市后 可以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 当时中央面临这一道难题 那就是如何安置三峡移民 所谓三峡移民 指的是那些为了三峡工程开发 而须另寻居所的人们 据统计 这批三峡移民共有120万 倘若无法安置妥当 这120万人口势必会对 西南地区的开发造成影响 而对于这些人来说 去重庆是最好的选择 重庆距离三峡地区路程不远 两地生活习惯接近 最重要的是 重庆具有承载三峡移民的实力 从经济上来说 在1996年的时候 重庆的GDP便突破了 900多亿人民币 领跑全国 从政治上来说 重庆甚至有过当临时首都的经验 在管理人口上 有着自己的一套方法 比起新建一个三峡省 一切从头开始 不如让这批移民迁往重庆 利用重庆的各项资源 对他们进行妥善安置 最终 七成以上的三峡移民 都迁到了川东地区 其中大部分就在重庆落地生根 开始了新的生活 第二 从长远来看 重庆作为之下市 更有利于西南发展 无论是面积还是人口 四川都是大省 当时四川共有23个地级行政区 县级行政区更是突破了200个 管理起来难度很大 重庆与一般的行政区不同 这是一个足以与成都所匹敌的地区 管理起来并不容易 邓小平认为 四川既要管成都 又要管重庆 实在太过吃力 倒不如让重庆自力更生 邓小平的这个想法 很快得到了四川省干部的支持 这些干部立足一线 最了解真实的情况 除此之外 倘若将重庆与成都 画在一个省里 着实有些驱才 当年 重庆的GDP比成都略高 这对相爱相杀的西南双子星 零迸发出更大的能量 重庆与成都相邻 如果同属一省 那么就算发展得再好 最多也只能推动四川省的进步 但是 若重庆是一个单独的直辖市 纳福市的范围 便会更加广泛 能够带动更多地区 走向腾飞 与此同时 重庆也不必与四川省的 其他城市 争抢资源 为四川的发展 留下了更多空间 可见 重庆成为直辖市的性价比 很高 如今几十年过去 重庆蒸蒸日上 印证了邓小平决策的正确 而在重庆与四川 跌宕起伏的故事背后 蕴含着我国 蓬勃发展的 无限生命力